楚昭王灭掉了唐国 九月 昭王重新回到了颖都 十二年 前五零四年 吴国再次攻打楚国 攻去了藩 楚王很恐惧 逃离了颖都 并往北江都城迁到了若 十六年 前五百年 孔子在鲁定公与于家谷相会时担任兵下 二十年 前四九六年 楚国灭掉了顿国与胡国 二十一年 前四九五年 吴王和驴攻打越国 岳王巨剑用剑射伤了吴王 吴王随即去世了 吴国从此仇恨岳国 而不再向西攻伐楚国了 二十七年前四八九年春季 吴国讨伐陈国 楚昭王派兵援救陈国 在城府驻军 十月 昭王在军中生病 天空出现了像鸟一样的红色云霞 围绕着太阳飞 昭王问周太史 太史说 这对楚王有危害 然而可以把这灾难转移到江相身上 江相听说后 就向神祈祷 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昭王受难 昭王说 江相是我的手足 如今将灾难转移给江相 怎么能算是灾难离开我了呢 昭王没有听从 占卜后知道是黄河在作祟 大夫们请求向黄河祈祷 昭王说 自从我的先王授风以来 瑶记的山川河神一直都是长江与汗水 而我们没有得罪过黄河神 昭王没有允许大夫们向黄河祈祷 孔子在陈国 听到了昭王说的这番话 说 楚昭王真是通小大义啊 他没有失去国家 是应该的 昭王病危 于是召见各位公子大夫说 我没有才能 再次使储君蒙受屈辱 如今竟然能够享受天年而寿终正寝 这是我的幸运 昭王要把王位让给自己的大弟弟公子申 公子申没有答应 又要让给二弟公子杰 公子杰也没有答应 于是又把王位让给三弟公子驴 公子驴推辞了五次 才答应当楚王 楚军将要同吴军作战 更银日 昭王在军中去世 子驴说 昭王病危时 舍弃自己的儿子 而把王位让给群臣 我之所以答应当楚王 是为了安慰昭王 如今昭王去世了 我怎敢忘了他的一片好心呢 于是就与紫熙 紫齐商讨 偷偷派出军队封锁道路 迎接昭王与越国女子所生的儿子 张儿雍丽他 就是惠王 之后撤兵回国 安葬了昭王 惠王二年前487年 紫熙从吴国召回了平王太子建的儿子上 任命他为朝宪大夫 号称白宫 白宫喜好兵士 而且能礼贤下士 想要为父亲报仇 六年 前483年 白宫请求令引紫熙 发兵攻打郑国 起初 白宫的父亲太子建 逃亡到郑国 郑国杀了太子建 白宫被迫逃亡到吴国 后来紫熙又将他召回楚国 白宫因此怨恨郑国 想要攻打郑国 紫熙虽然答应了 却没有派兵给他 8年前481年 晋国攻打郑国 郑国向楚国告急 楚国派紫熙营救郑国 成功解救郑国后 紫熙收受了郑国的贿赂便离开了 白宫胜大怒 立刻就与赶死的勇猛将士石齐等人 在朝堂上袭击并杀死了令吟紫熙和紫齐 乘机劫持了惠王 将惠王囚禁在高府 准备杀死他 惠王的随从驱故 背着惠王逃到昭王夫人的宫中 白宫自立为楚王 一个多月后 正好月宫前来援救楚国 楚惠王的随从们与月宫共同攻打白宫 杀死了他 惠王于是恢复了王位 这一年 楚国灭掉了陈国 并将陈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 13年 前476年 吴王夫差的势力很强盛 凌驾于齐国 晋国之上 前来攻打楚国 16年 前473年 月宫灭掉了吴国 42年 前447年 楚国灭掉了蔡国 44年 前445年 楚国灭掉了启国 楚国与秦国讲和 当时越国虽已灭掉吴国 但没能占领长江 淮河以北的地区 楚国向东部侵占 国土扩展到了似水流域 57年 前432年 惠王去世 其子 简王中继位 简王元年 前431年 派军队北伐灭掉举国 8年 前424年 魏文侯 韩武子 赵还子正式受封 开始成为诸侯 24年 前408年 简王去世 其子升王当继位 升王于6年前402年 被强盗杀死 其子 盗王雄仪继位 盗王2年前400年 韩 赵 为三国军队前来攻打楚国 打到承邱 才撤兵返回 4年 前398年 楚国攻打周王室 郑国杀了相国紫阳 9年 前393年 楚国攻打韩国 攻取了附属 11年前391年 韩 赵 为三国军队攻打楚国 在大梁 于关打败了楚军 楚国用厚力贿赂了秦国 与秦构合 21年前381年 盗王去世 其子肃王赃继位 肃王4年 前377年 蜀国攻打楚国 攻取了资方 于是楚国修建感官来抵御蜀军 10年前371年 魏国攻取了楚国的鲁阳 11年前370年 肃王去世 由于他没有儿子 便立他的弟弟兄良夫为王 便是宣王 宣王6年前364年 周天子向秦宪公表示祝贺 秦又开始强盛起来 同时韩 赵 魏三国也日益强大 魏惠王和齐魏王的实力尤为强大 30年 前340年 秦国把伤的封给了魏秧 并南下侵犯楚国 这一年 宣王去世 其子魏王雄商继位 魏王6年前334年 周贤王将继四文王 武王的做肉赐给了秦惠王 7年 前333年 齐国孟长军的父亲田英欺瞒楚国 楚魏王讨伐齐国 在徐州打败了齐军 并强领齐国必须把田英驱逐出国 田英很恐慌 张筹骗楚王说 楚王您之所以在徐州会战胜齐军 是因为齐军没有任用田叛子 田叛子 对齐国有功 百姓们全都愿意为他所用 田英没有做到知人善任 而任用了申计 申计 大臣们不亲赴他 百姓也不愿为他效力 因此 楚王您才会取上 如今您想要齐国驱逐田英 田英如果被驱逐 齐王一定会重用田叛子 齐王就会重新整顿军队 再次与您交战 这必定会给您带来不利 楚威王因此不再让齐国驱逐田英了 十一年 前三二九年 威王去世 齐子 淮王雄淮继位 魏国听说楚国正在办丧事 于是攻打楚国 攻取了行山 淮阳元年 前三百二十八年 张仪开始担任秦桧王的国相 四年 前三二五年 秦桧王开始称王 六年 前三百二十三年 楚国派驻国招阳领兵攻打魏国 在湘陵打败军 攻取了魏国的八个诚意 之后又转移军队攻打齐国 齐王很忧虑 恰好陈诊为秦国出使齐国 齐王问 如何对付楚军呢 陈诊说 大王不用担心 请让我去说服他们扯兵 陈诊于是来楚军军营会见了招阳 说 我想听听楚国的法令 攻破敌军并杀死敌将的有功之人 会得到什么赏赐 昭阳说 会授予他上驻国的官职 并赐给他最高爵位的职规陈诊说 还有比这些更好的赏赐吗 昭阳说 授予令饮的官职陈诊说 如今您已官至令饮 这是楚国最高的官显了 请允许我做个比喻 有人留给他的舍人们一一杯酒 舍人们相互议论说 几个人一起喝着杯酒 还不够每人喝一口呢 就请每个人在地上画条蛇 谁先画完就可以独自喝着杯酒 一个人说 我的蛇最先画成了 举起酒杯起身又说 我还有时间能给蛇画上脚 等他给蛇画好脚时 后画好蛇的人 把他的酒夺了过来 并一饮而尽 说 蛇原本没有脚 如今你给他画了脚 那就不是蛇了 如今您身为楚乡 攻破敌军并杀死了敌将 功劳没有比这还大的了 可是官显与爵位 已经不可能再生了 现在您又转移军队 要攻打齐国 如果获胜 您的官显和爵位 也不会超过现在的另一一职 如果没能获胜 您将会殉职 并被消夺爵位 还会给楚国造成损失 这就成了画蛇天族 不如率军离开 而对其不失恩德 这是保持最高官职爵位的 最好办法 昭阳说 很好 于是领兵离开了齐国 焉 韩两国国军开始称王 秦国派张仪与楚 齐 魏相会 在聂桑帝结盟约 11年 前318年 苏秦与山东六国约定合纵 共同攻打秦国 楚怀王担任合纵各国的首领 联军到达韩谷关 秦国出兵迎击六国联军 联军全都退了回来 唯独齐军最后一个撤退 12年 前317年 齐敏王打败了赵 魏联军 秦军也打败了韩军 与齐国争当霸主 16年前313年 秦国想要攻打齐国 可是楚国与齐国合纵亲善 秦桧王对此很担忧 于是扬言罢免张仪的乡国官职 派张仪南下去见楚王 张仪对楚王说 秦王最喜欢的人就是大王您 张仪我最想为大王您担任看门的小司 秦王最痛恨的人就是齐王 我最厌恨的人也是齐王 但是大王您却与齐王的关系很好 因此秦王没办法服侍您 这是张仪我也不能当您的看门小司了 大王若能为我闭上关口 而与齐国断绝来往 如今您就可以派使者跟我西去 取回秦国曾占取的楚国 方圆六百里的商鱼之地 这样就能削弱齐国的势力了 如此 您就可以北面削弱齐国 西面对秦师有恩德 得到商鱼作为自己的财富 这样一个计策可使您获得三大好处 淮王非常高兴 于是就把香印交给了张仪 每日都为他安排酒宴 扬言说我又得到了商鱼之地 大臣们都来祝贺淮王 只有陈诚很难过 淮王说为什么 陈诚回答说 秦国之所以重视大王 您 是因为您与齐王关系密切 如今商鱼之地还没到手 您就先与齐国断绝了来往 这样楚国就孤立无援了 秦国又怎么会看重孤立的国家呢 一定会轻视楚国的 况且先让秦国交出商鱼之地 之后我们再答应秦国与齐国断交 那么秦国的计谋就不能得逞了 如果我们先与齐国断交 之后再去索求商鱼之地 那我们肯定会被张仪欺骗 被张仪欺骗 大王您必会憎恨他 憎恨张仪 就等于西面惹发了秦国的祸患 北面断绝了与齐国的交往 西面有秦国的忧患 北面又与齐国断绝了交往 那么这两国的军队一定会来攻打我国 我因此而悲哀楚怀王不听沉诊的劝阻 就派一位将军随张仪西去秦国 接受商鱼之地 张仪回到秦国 假装喝醉从车上摔了下来 借口生病而三个月没有走出家门 楚国因此而无法得到伤于之地 楚王说 难道张仪嫌我与齐国的断交还不够彻底吗 于是就派勇士送以北上去侮辱齐王 齐王大怒 折断楚国的信服而联合秦国 秦齐两国联合后 张仪才起身上朝 对楚国将军说 你为什么还不接受土地呢 从某地到某地 有六里广阔楚国将军说 我所接受的使命是六百里 没听说是六里啊 他即刻返回楚国向怀王汇报 怀王勃然大怒 想要起兵攻打秦国 陈真又说 攻打秦国不是好计策 不如借此机会送给秦国一座名城 与秦国一起攻打齐国 这样我们从秦国这里丢失的 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 我国尚且可以保全 如今大王你已经与齐国断绝了来往 而又要追究秦国的欺诈之罪 这是我们自己在让秦齐两国联合起来 并引来天下的军队 楚国必然会大受损伤 楚怀郎不听 于是拒绝与秦国构合 派兵向西攻打秦国 秦国也派兵迎击楚军 17年前312年春季 楚军与秦军在丹阳交战 秦军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 杀死了八万楚兵 掳获了楚国大将驱盖 毕将军冯侯仇等七十多人 于是攻取了汉中的各郡县 楚怀王勃然大怒 于是举秦国之兵再一次攻打秦国 两军在蓝田交战 秦军把楚军打得大败 韩国和魏国听说楚国正处于困境 于是派军队南下攻打楚国 一直打倒倒 楚怀王听说后 就率军返回楚国了 18年前311年 秦国派使者前往楚国帝约 又想与楚国和好 答应把汉中的一半土地还给楚国 从而与楚国和解 楚怀王说 情愿得到张仪 不想得到土地 张仪听说后 向秦王请求出使楚国 秦王说 楚王得到你才肯甘心 怎么办 张仪说 我与楚王身边的大臣近上很要好 近上又很会巴戒楚王的宠姬郑秀 郑秀的话楚王没有不听的 况且我从前出使楚国时 被弃了给楚商鱼之地的约定 如今秦楚两国大战 结下了仇恨 我不当面向楚怀王谢罪的话 是无法解除仇恨的 况且有大王您在 楚国应该不敢把我怎么样 如果杀死我能有利于秦国 正是我的心愿张仪于是去了楚国 张仪来到楚都后 怀王没有见他 就把他囚禁了起来 想要杀死他 张仪私下与晋上交好 晋上替他向怀王求情说 囚禁张仪 秦王一定会发怒 天下诸侯见楚国没有了秦国的支持 一定会轻视大王您的尽赏又对 楚怀王的夫人郑秀说 秦王十分喜爱张仪 可是大王却要杀死他 如今秦王将用上拥的六个线 贿赂楚国 还会送给大王很多美人 将秦国宫中能歌善舞的女子 送给大王做侍女 大王很看重土地 秦国美女也一定会得到大王的宠爱 那么夫人必定会受到排斥了 夫人不如在大王面前说点好话 而放了张仪 郑秀终于在楚怀王面前替张仪说了好话 楚怀王因而释放了张仪 张仪被释放后 怀王又很热情地款待了他 张仪趁机劝说楚王被弃合纵盟约 而与秦国联合起来 缔结婚姻 张仪离去后 曲原出使齐国回来 向怀王觐见说 为何不杀死张仪 怀王后悔了 派人追杀张仪 没有追上 这一年 秦桧王去世 二十年 前309年 齐敏王想要成为合纵的首领 憎恨楚国与秦国联合 于是派使者送信给楚怀王说 我担心楚王并不在乎尊严和名声 如今秦桧王已死 武王继位 张仪逃到魏国 楚礼吉和公孙衍受到重用 然而楚国仍在侍奉秦国 楚礼吉与韩国亲善 而公孙衍与魏国亲善 楚国一定要侍奉秦国的话 韩国和魏国就会恐慌 一定会借助初礼吉和公孙衍 这两个人的力量向秦国求和 那么燕 赵两国也应该会侍奉秦国 四国争相侍奉秦国 那么楚国就等于是秦国的一个郡县了 楚王为什么不与我同心协力 一起集合韩 魏 燕 赵四国 与他们合纵结盟 从而遵奉秦王室 以便修兵养民 号令天下呢 到那时天下没有谁敢不听您的 您的功名也就成了 那时楚王在率领诸侯 一起攻打秦国 一定能攻破秦国 您就可以夺取武官 蜀 汉的土地 拥有吴国 越国的财富 并独享江海鱼盐的利益 韩国 魏国会把上党割让给您 西便接近韩古关 那么楚国的势力会比现在强百万倍 况且大王您曾被张仪欺骗 丧失了汉中的土地 在蓝田被打败 天下没有人不为大王您心怀怨怒呢 如今您还要带头侍奉秦国 希望您能好好考虑一下 楚怀王已经打算与秦国和好 见到秦王的书信后 又迟疑不绝 将此事交给大臣们商讨 大臣们有的主张与秦国和好 有的主张听从秦王的意见 昭居说 大王虽然向东夺取了越国的土地 但是不足以洗刷掉耻辱 一定要从秦国取得土地 才足以在诸侯中洗刷耻辱 大王不如与秦国 韩国身交来台高出礼籍的权位 这样的话您就能依靠韩国 秦国的力量取得土地了 秦国在伊扬攻破了韩国 然而韩国还侍奉秦国 这是因为韩国先王的坟墓在平阳 而秦国的五岁距离平阳仅有七十里 所以韩国特别害怕秦国 不然秦国进攻三川 赵国进攻上党 楚国攻打黄河以北地区 韩国必定会灭亡 楚国即使援救韩国 也不能使韩国免遭灭亡 然而能保存韩国的只有楚国了 如果韩国从秦国夺回五岁 从此可以凭借黄河 西山当屏障 没有哪个国家比楚国给他的恩惠厚重 所以我认为韩国一定会尽力侍奉大王您 齐国信任韩国的原因是 韩国公子妹担任齐国的国相 韩国从秦国手里夺回五岁以后 大王更加好好的善待韩国 使得能用齐国 韩国的力量加强出礼籍的权位 出礼籍得到齐国 韩国的大力支持 秦王就不敢抛弃他了 如今出礼籍又能得到楚国的大力支持 他一定会劝说秦王 归还所占领的楚国的土地 于是怀王听从了昭居的话 最终没有联合秦国 而是联合齐国并交好韩国 24年 前305年 楚怀王背叛齐国而联合秦国 秦昭王刚刚即位 就用后礼贿赂了楚国 楚国前往秦国迎娶女子 25年前304年 怀王进入秦国与秦昭王盟会 在皇集定立了盟约 秦王将上庸之地还给了楚国 26年前303年 齐国、韩国、魏国因为 楚国背叛合纵盟约 而与秦国联合 三国共同攻打楚国 楚国派太子到秦国当人质疑 请求援救 秦国于是便派克清通领兵援救楚国 三国联军这才撤兵离开楚国 27年 前302年 秦国有位大夫因为私事与楚太子发生了争斗 楚太子杀了秦国大夫后逃回楚国 28年前301年 秦国便与齐国、韩国、魏国一起攻打楚国 杀死楚国将军唐妹 攻去楚国的重秋后离开 29年 前300年 秦国再次攻打楚国 大破楚军 楚冰死了两万多人 将军景缺也被杀死了 怀王恐惧 于是派太子到齐国当人质以求的和解 30年 1299年 秦国又来攻打楚国 攻取了八座城池 秦昭王给楚怀王写信说 起初我与您结拜位兄弟 在皇籍缔结了盟约 楚国太太子充当人质 关系非常融洽 可是太子凌辱杀死我的重臣 没有道歉就逃跑了 我的却是太愤怒了 于是派军队侵犯了您的边境 如今我听说您派太子到齐国当人质以求和 我国与楚国接壤 原本还结为婚姻 相互交往亲善很长时间了 如今秦楚关系不合 就无法号令诸侯 我想与您在五官会面 当面缔结盟约后再离去 这是我的心愿 我冒昧地告知您手下的办事人员 楚怀王看完秦王的信后 十分忧虑 想要前去赴约 又害怕被骗 不去的话 又害怕秦王会生气 昭居说 大王不要去 派军队加强防守即可 秦王犹如虎狼 不可以相信他 他有吞并诸侯的野心 怀王的儿子子兰 劝说怀王前去赴约 说 怎么能断绝与秦王的友好来往呢 于是怀王前往五官会见秦昭王 秦昭王派一位将军埋伏在五官 谎称是秦王 楚怀王到达后 就关闭了五官 那个假秦王于是带领楚怀王向西行至咸阳 让他在张台朝见了秦王 秦王像对待附属国的臣子一样招待怀王 不采用平等的礼节 楚怀王勃然大怒 后悔没听从昭居的话 秦王借机扣押了楚怀王 要挟他把乌郡 前中郡割让给秦国 楚怀王想要定立盟约 而秦王想先得到土地 楚怀王生气地说 秦国欺骗我 又强迫我割让土地 没有再答应秦王 秦王因此扣留了楚怀王 楚国的大臣们十分忧虑 于是商讨说 我们的君王被扣留在秦国不能回来 秦王以此要挟楚国割地 可是太子又在齐国充当人质 如果齐 秦两国联合起来 那么楚国就会亡国了 于是大臣们打算拥立楚怀王在国都的儿子为王 昭居说 君王和太子同时被困于诸侯国 如今又违背君王的命令拥立数子为王 这不合适 于是派使者到齐国 假称楚怀王去世了 齐敏王对国相说 不如扣留太子 以便索取楚国的淮北地区国相说 不可以 如影都中立了新王 这样我们便留着无用的人质 而在天下人面前做了不仁不义的事 有人说 不是这样的 如果影都中立了新王 正好借此机会与新王做个交易说 把淮北地区给我们 我们就替您杀死太子 不然的话 我们将与秦 韩为三国共同拥立太子 这样就一定能得到淮北地区了 齐王最终采用了国相的计策 而送回了楚国太子 太子横返回楚国国都后 被立为君王 便是请湘王 楚人于是告诉秦国说 仰赖设计神灵的护要 我国有新王了 请湘王横元年 前298年 秦国要挟淮王 却未能得到土地 楚国拥立新王对付秦国 秦昭王大怒 派兵从武官出发攻打楚国 大败楚军 杀了五万楚兵 秦国得到了西义等十五座城 才撤兵离开 二年 1297年 楚怀王逃跑了 秦人发掘后 立即封锁了通往楚国的道路 怀王很害怕 于是从小路逃到了赵国以求回楚 赵主赴在代郡 其子惠王刚刚即位 代行王权 惠王害怕得罪秦国 不敢收容楚怀王 楚王打算逃到魏国 这时秦兵追了上来 楚怀王被迫与秦国使者 再次回到秦国 怀王随之生病了 秦乡王三年 前296年 怀王在秦国去世 秦国将怀王的灵鹫送回了楚国 楚国人都联系怀王 如同背到自己的亲戚一样 各国诸侯因此认为秦国不讲仁义 秦楚两国断绝了来往 六年前293年 秦国派遣白旗讨伐韩国 在一缺取得大胜 杀死24万寒兵 秦王给楚王写信说 楚国背叛了秦国 秦国将要率领诸侯军队讨伐楚国 决议胜负 希望您能整顿军队 以便痛快地打一仗 楚请乡王十分忧虑 想再次与秦国构合 7年 前292年 楚国到秦国迎娶女子 秦楚再次和好 11年 前288年 秦王 秦王各自称帝 一个月之后 舍弃帝号恢复称王 14年前285年 楚请乡王与秦昭王 再晚友好会面 缔结了亲善合约 15年前284年 楚请乡王与秦国 韩国 赵国 魏国 燕国一起讨伐齐国 夺取了淮北地区 16年 前283年 楚请乡王与秦昭王 再燕友好会面 这一年秋季 又与秦昭王再攘会面 18年 前281年 楚国有个善于用 轻弓系绳 设北归大雁的人 请乡王听说后 赵剑并询问他设雁的经验 他回答说 我喜欢设小雁 小鸟 发射的是小剑 有什么值得 向大王称道的呢 况且楚国土地如此广袤 凭借大王的贤能 所能涉猎的 绝非是这些小雁 小鸟之类 从前下 商周三代圣王 所设取的是王道德政 春秋五霸所设取的是好战的国家 所以秦 卫 阴 赵 四国是小雁 齐 鲁 韩 卫 四国是小野鸭 邹 废 弹 P是小鸟 除此之外 其余的全都不值得射猎 见到这六对鸟 大王如何射中呢 您为什么不把圣人当成功 把勇士当成剑 找准时机张弓而射呢 这样那六对鸟 就能得到并放入您的囊中了 这种快乐 绝不是一朝一夕的欢乐 这种收获 也绝不是野鸭飞燕一类的猎物 大王早上张开弓箭 去射取魏国大梁的南部 再射取魏国的西部 而迁戴韩国 那么韩国通往中原地区的道路 就会被切断 而上菜各郡县自己就会破灭了 反身在社区余裔的东边 肢解魏国的东部 从而向外射击齐国的定逃 那么魏国东部以外的地区被放弃了 而大宋 方于两个郡县就可以攻下了 况且魏国失去了东部和西部地区 就会一蹶不振了 再从正面攻打弹国 大梁就可以得到了 您在蓝台收起弓箭 然后到魏国的西河银马 安定魏国都城大梁 这是第一次射箭的快乐 假如大王您对于射箭的 却很喜欢而不厌烦的话 那就拿出宝弓 箭头系上心脚 到东海去射击长着钩灰的大鸟 还要修筑长城作为防线 早上射击东局 晚上再发箭射取佩丘 夜晚再攻取吉莫 返回来再占领武道 那么长城以东地区就可收取了 进而泰山以北地区也能够攻下了 西边与赵国接壤 而北边直达燕国 这样 齐 赵 燕三国的地形就像鸟儿张开的翅膀 无需地结盟约就已形成了合纵之盟 您可以到北方燕国的辽东游玩观光 还可南下到越国的惠基山登高望远 这是第二次射箭的快乐 对于四上那十二个小诸侯国 左右开弓 一个早上就可把他们全部灭掉 如今秦国攻破了韩国 实际上却给秦国带来了长久的忧患 秦国虽然夺取了韩国很多诚意 却不敢聚首 秦国攻打魏国却没有攻击 攻击赵国反而自己受困 秦国与魏国的勇气和力量都已殆尽了 楚国曾经的土地汉中 西 立可以重新归为己有了 大王您取出宝宫 箭头系上心脚 涉足生辟自赛 等待秦国眷待时 就能够夺取山东和内地区了 从而使楚国统一 为老百姓修养生息 您就可以坐北朝南称王了 所以说 秦国是只大鸟 被靠大陆而居住 面向东方而立 左面占据赵国的西南部 而右面紧邻楚国的烟影 正面对着韩 为两国低头俯视中原 他的地理位置优越 展翅翱翔 方圆三千里 所以是不能单靠一国的力量 用一夜时间射击 就将其打败的这个人 想借此激怒楚请湘王 所以这样对答 湘王因此召见他 并与他交谈 他于是说 先王受到秦国的欺骗 而克死他国 没有比这再大的仇恨了 如今 一介匹夫心怀怨恨 尚且有向万成之国 报仇血恨的 如白宫与吴子虚 可是楚国现在方圆五千里 拥有百万大军 本来足以在千里原野中驰骋 却坐以待毙 我私下认为大王不该这么做 于是 请湘王派遣使者到诸侯各国 重新缔结了盟约 想要讨伐秦国 秦国听说后 派兵前来讨伐楚国 楚国想和齐国 韩国联合攻打秦国 趁机图谋灭掉周朝 周王难派武功 对楚国宰相昭子说 楚 其 韩三国企图使用武力 来夺取周都郊外之地 以便运输 同时还要将天子的九鼎宝器 南迁来尊崇楚王 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杀死天下的共主 让世代为君的天子做臣民 大国就不会亲近 凭借人多势众威胁 势单力薄的周王室 小国就不会顺服 大国不亲近 小国不归顺 就不能够获得威名和实力 得不到威名和实力 就不值得出兵 若有图谋周王室的坏名声 就无法向诸侯发号施令了 昭子说 说楚国图谋周王室 是无中生有 尽管如此 周王室为何就不能图谋呢 武功回答说 没有五倍于敌军的兵力 就不要发动进攻 没有十倍于守城的兵力 就不要围城 一个周王室相当于二十个晋国 您是知道的 韩国曾经出动二十万兵力 围攻晋国都城 结果兵败受辱 瑞士和中士死伤惨重 然而进城也没被攻克 您没有百倍于韩国的兵力 却想图谋周王室 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了 您与东周 西周结下怨恨 来伤害礼仪之帮邹鲁人的心 与齐国断绝交往 在天下人面前丧失声誉 这样做事就危险了 损害东周 西周来增强韩国的实力 三川归属于韩国 方城之外的土地 必定会被韩国所侵占 为什么知道会这样呢 西周的土地 结长不断拼接起来 方圆不超过一百里 西周在名义上是天下诸侯共主 然而夺取他的土地 也不足以使国家富饶 得到他的百姓 也不足以使兵力增强 虽然没有攻打他 但名声还是杀害天子 然而好事的国君 好战的臣子 八号施令动用兵力 没有不以图谋周王室 为最终目的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看到祭祀的宝器在周王室这里 只想获得祭器 却忘记了制造士军之乱的罪名 如今韩国要把祭器迁到楚国 我担心天下人会因为祭器而仇视楚国 请让我做个比喻 虎肉行骚 他的爪牙锋利利于防身 可是为了谋取虎皮 人们还会捕杀他 如果让沼泽中的麋鹿 披上老虎皮 人们捕杀他的可能性 会比老虎高一万倍 割裂楚国的土地足以使国家富饶 诋毁楚国的名声足以使国君尊贵 如今您将杀死天下的共主 占有下 商周三代相传的祭器 独吞九鼎 傲视周天子 这不是贪婪又是什么 周叔说想要起来就不可先动 因此祭器如果南迁到楚国 讨伐楚国的军队就会到来 于是楚国的谋划被放弃 未能施行 十九年 前二八零年 秦国攻打楚国 楚军战败 把上庸汉水以北的土地 割给了秦国 二十年 前二七九年 秦国将领白起攻占了楚国的西陵 二十一年 前二七八年 秦国将领白起接着又攻占了楚国的颖都 烧毁了先王穆怡陵 楚湘王的军队已溃散 不能再与秦军交战 向东北退走以保守陈城 二十二年 前二七七年 秦国又攻占了楚国的乌郡 前中郡 二十三年 前二七六年 湘王聚集东部兵力 得到十多万人 再次向西攻取了秦国所占领的 楚国长江沿岸十五座城 并设置为郡县 抵御秦国 二十七年 前两百七十二年 楚国派三万人帮助韩 赵 为三国讨伐燕国 楚国又与秦国讲和 并派太子到秦国当人治 楚国派左徒到秦国服侍太子 三十六年 前二六三年 秦湘王并威 太子从秦国逃回 秋季 秦湘王去世 太子雄元即位 就是考猎王 考猎王任用左徒为令尹 将吴帝封赏给了他 号称春申君 考猎王元年1262年 楚国把周易献给秦国以求和 这时楚国的势力更加衰败了 六年前二五七年 秦军包围了邯郸 赵国向楚国告急 楚国派将军景阳援救赵国 七年前二五六年 楚军到达新中 秦军离开 十二年前二五一年 秦昭王去世 楚考猎王派春申君到秦国调宴 十六年前二四七年 秦庄襄王去世 秦王赵正即位 二十二年前二四一年 楚国与各诸侯一起攻打秦国 交战失利而退兵 楚国把都城向东迁到了寿春 将寿春命名为营 二十五年 前两百三十八年 考猎王去世 其子 幽王汉继位 李元杀了春申君 幽王三年 前两百三十五年 秦国 为国攻打楚国 秦国丞相吕不韦去世 九年 前二二九年 秦国灭掉韩国 十年 前二二八年 楚幽王去世 其同母帝游继位 就是埃王 埃王继位两个多月 他的哥哥复出的党徒杀死了埃王 拥立复出为楚王 这一年 秦国俘虏了赵王谦 楚王复出元年 前二二七年 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 二年 前二二六年 秦国派将军攻打楚国 大破楚军 楚国失去了十多座城义 三年 前二二五年 秦国灭掉魏国 四年 前二二四年 秦国将领王俭在齐的攻破楚军 杀死了楚国将军项燕 五年 前二二三年 秦国将领王俭 蒙武攻入楚都 掳获了楚王复楚 灭掉楚国 设置为秦国的郡 太史公说 当楚灵王再生会蒙诸侯 朱杀齐国的庆丰 修建张华台 向周王室询问九鼎的时候 他志向高远 灭视天下 等到他在深害家饿死时 却被天下人所耻笑 没有操守 品行 其下场实在可悲啊 人们对待权势 能不谨慎吗 契级通过发动内乱而继位 宠爱秦国女子到了淫乱的程度 过分啊 几乎再度导致国家灭亡